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apsule Academy, this is Leo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 new concept in English book 2, lesson 43, words 那老习惯进入正式课程之前,我们先看几个问题 好,首先,如何去表达赶飞机 接下来呢,如何表达遇到严重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叫做如何表达在某一个时间 OK,那带着这三个问题,Hope you're gonna enjoy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单词,P-O-L-E,对吧 一起发一下音,叫做Pole OK,那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从依测当中就学过的自然拼读法则 对吧,你实际上如果会读了Pole它的发音 那实际上它的拼写当中的P跟L这两个字母就出来了 OK,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些您没有什么明显的概念 那我的个人建议是第一去看一下我们录制的自然拼读法则的视频和音标的视频 当然花一点时间把这两个知识点给它补上 对吧,这是我们学单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Pole这个单词其实我们不单独,也可以单独用它 对吧,但是在本课当中我们出现的实际上叫做The South Pole and the North Pole OK,那South Pole,Pole其实就是极,极点 那不是那个时间的点,是那个极,南极,北极的极 那South Pole,南极,North Pole,北极,对吧 OK, very good 那我们拿它去造句,我直接带着各位回顾两个 实际上非常常用,但是各位非常容易弄混 这是我们新概念实际上一侧85克学过 当然新概念二侧第一个单元我们也见过叫 They have been to the South Pole和They have gone to the South Pole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能不能分清 have been to以及have gone to的区别 OK, continue 说If I move to the South Pole, I could see the penguins every day OK,那注意这是我们第40克学的虚拟语气,对吧 那我们把一些关键的单词给它标出来 比如说if和后边的mood,对吧 动词过去是和could加do 这些结构出现的时候就提醒了我们 它叫做一般,它叫做与现在事实相反的 叫做这个虚拟语气,对吧 那它的两个用法叫做要么与现在事实相反 要么说话人,主观人认为 叫做这件事情发生情况几率极低 那我们先翻译一下这句话的字面意思 叫如果我搬去了南极 那我就能每天看企鹅了 那你想一下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这句话实际上是虚拟语气 对吧 就是我能 我认为我能搬去南极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我们顺便又复习了一下之前的语法 对吧 OK, very good 所以这个点我们要注意一下,再重申一下 就是我们学习单词的时候 永远要尽可能的带着之前我们学过的单词语法和习惯用法 放到一起去复习 比如说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的习惯用法 只是我没有重点强调它 叫move to somewhere 叫搬到某地,对吧 OK 下一个单词跟我一起读一下叫做flight 那它实际上是航班飞机的意思 对吧 注意它这是个名词 那我们在这补一个小的短语叫catch a flight catch这个单词各位非常熟悉 叫抓的意思 那catch a flight什么意思呢 就是赶飞机 比如说我们造句 另外一个口语当中非常常用的叫how was your flight 比如说你去机场接机 那你就可以问一下别人就是我们所谓的虚寒问暖 问别人家how was your flight 注意这有一个小点用的是was 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下飞机了 对吧 所以我问的是哎 你刚才这个飞行还行吧 没有太大的颠簸吧 对不对啊 吃的还开心吧 睡的还可以吗 how was your flight OK Next one 那我们实际上可以结合18课 have to do something 对吧 我们来一句话叫I have to catch a flight 说harry harry 对啊 快一点啊 我必须要去赶这个飞机 I have to catch a flight very good 再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还可以结合41课我们学的叫做needn't have done 你看我造的句子叫your flight is eight at eight 具体一点啊 更好一点叫做at eight 在八点钟 so you needn't have come here so early 所以你本不必到这里如此的早41课对吧 very good 好 但是呢 你到了 OK 接下来呢 那我们看一个小的电影片段 这个电影片段当中就出现了叫excuse me folks I'm gonna have to catch a flight Senator Martin Justice Department People at the FBI the folks at the Baltimore State Hospital and now for the hard part apprending the suspect I should be folks I'm gonna have to catch a flight OK啊 这个抱歉啊 我要去赶飞机了 玩一个 下一个单词看一下叫做看一下音标叫做explora explora very good explora就是探险者啊 探索者 玩一个探险家 注意他是一个人对吧 explore后边加了一个er explore探险动词加个er 然后变成了探险的人啊 探险者 那是他本质上是个名词 和我们之前学的什么hostess detective 对吧 我们之前学的所有这种captain 表示身份的单词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比如说 我造语句话叫 if I knew that explorer I would have a drink with him 那你注意这个里边的explorer 你说我换成detective hostess captain可不可以呢 完全可以 对吧 所以各位呢 只要之前您学的好 这里就ok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用的是虚拟语气 首先结构判断了 其次呢 然后我们想一下他的用法 叫做如果我认识 字面意思认识他 这个探险家 那我就会和他喝一杯 但很遗憾的是 因为是虚拟语气 所以表示的是我并不太认识他 所以也不可能和他喝一杯了 对吧 very good 接下来呢 我们用38克的had no sooner than 然后再加一个that 对吧 造句子 叫做the explorer had no sooner enter the room then everybody began to sing 对吧 说他几乎是刚刚进入房间 然后每个人就开始 大家就开始唱歌了 ok very good 好 接下来33克 so you needn't explain this to that explorer 当然他也用到了42克 我们学的neednt do 对吧 这个实际上是告诉各位 need这个单词比较特殊 放在否定句当中的时候 他可以做情态动词去讲 对吧 ok 所以用的neednt do 那explain something to somebody 解释某事给某人听 叫做你本 你不是本啊 叫你不必解释这件事情 给那个 叛选家庭 再读一遍这个单词 explora very good next one 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这个单词 跟我一起读一下 叫做lie 他实际上有很多意思 我们就学本文的意思就行了 叫做位于或者说处于 位于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位于这个桌子的旁边 对吧 lie 好 那他的过去是 lay 过去分词laying very good 那我们造句子 原文给了一句 类似的话 我觉得不错 他用到了定语从句 叫做the mountain 我们把原文做了一点点修整啊 叫做the mountain that lay below is very well known 比如说你现在坐着一辆直升飞机啊 然后呢 跨过了一座山 在山的上方 然后比如说导游就说说 现在处于下方的这个山 定语从句 处于下方的山 非常的有名 well known 对吧 28克的 very good continue 下一个句子叫做she is lying on the sofa啊 注意这里实际上我们就讲了一个新的意思 指的是lie这个单词 它往往还可以有第二个含义 非常常用啊 我们就在这简单说一下了 叫做躺 说他正躺在沙发上 然后呢 你也可以说last night she lay on the bed 那这个地方其实无非我就是换了一下时态 于是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叫做四孔转换 当然我在这没换啊 您可以下课去换 我做了一些动词加动词变化的改变 ok very good 那不多说 下一个单词 看音标 serious 好 呃 先读一遍叫serious serious指的其实有很多的意思 本文的一个常见 也是比较常见的意思 叫严重的 对啊 serious 原文呢 给了一个习惯用法 我们直接把它摘过来用 叫run into serious trouble 好 你看 我们如果从字面意思去看 run叫跑into 叫跑进 serious 叫严重的 trouble 叫问题 叫跑进了严重的问题 如果再结合上下文 可能您就能猜出来 那我们因为没有上下文 直接告诉各位 叫做遇到 啊 你看 这里就是我们英文的习惯 遇到 他没有在这用到的叫做 各位说的那个会的遇到 nice to meet you的那个meet OK 注意这是英文的表达习惯 那run into serious trouble 实际上合起来就是一个短语了 我们看到其实这里的核心单词是一个动词 想拿它去造句 这地方你就要想这几个部分了 对吧 结合一些其他的习惯用法 找点动词啊 换一些使态 比如说 那我加了个语法 叫 if i ran into serious trouble so i would call the police OK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 叫做 do you think you will run into serious trouble 对吧 你认为你会遇到严重的麻烦或者问题吗 说这句话的你啊 no i don't 不 我并不是这样认为 no i won't 对吧 我并不认为我会遇到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里是虚拟语气四十课咱们学的 very good continue so you must give up that 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放弃掉 or 或者呢 you will run into serious trouble 那叫做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的啊 那你注意 or是我们25课学的 然后give up something 是咱们二十二十课学的一个习惯用法 对吧 其实就是各位把这些东西 呃总结了之后呢 拿过来去用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continue 再来说are you serious 和are you joking 我们补了一个series特别常见的另一个意思 叫做认真的严肃的啊 我们在本课学的是非常也很常见的一个意思 叫做严重的对吧 series trouble ok 那这两个单词可以经常一起出现啊 那series作为我刚才说认真严肃的呢 他在口语当中非常出现叫are you serious 啊 所以你认真的吗 以及are you kidding 啊 你开玩笑呢吧 ok very good 下一个单词 跟我一起读这个单词叫做point point 还同理啊 你如果会读自然评读法则 基本上瞬间能帮你把三个字母搞定 p n t 对吧 发音都是有的 那point他最常见的意思叫做点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一个短语当中叫做at one point 在某一个点上 注意他实际上既可以指时间又可以指地点 原文呢类似于给的是一个时间吧 那我们时间地点都给大家造一些句子 比如说at one point in my life 在我生命当中的某一个点 I realize that 我突然间意识到了后边一个兵与从巨 I have never watched a musical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音乐剧 I watch a musical 我硬拉过来 我们造了一个句子叫做观看音乐剧 very good Next one so at one point on my way to the airport my wallet was stolen 好这里注意at one point on my way to the airport 那这里就是很明显指的是地点了 对不对 它就不是时间了 叫做在我去机场的某一个点上 这个路上的某一个点上 我的这个vullet 我的钱包被偷了 一般过去时的被动 不多说 Next one 下一个单词跟我一起读一下 叫做same same 叫做似乎 似乎 比如说 It seems that 这是我们原文出现 并且在实际应用当中也是same这个单词经常去使用的一个句子结构 叫做似乎是这样的 看起来是这样的 后边加一句话 加一个句子 好 那这里我们提一个小点 对于各位来说 学完我的课程 你结束了之后 希望做的事情啊 大多数人的目的 或者说我教学的方式 并不是希望你有一天 说能成为一个语法大师 比如说很多同学就会纠结于that加的这个句子 到底是个什么从句 这是一种教学方式了 但是呢 实际上有很多的大师就提过这件事情 我把它总结一下 叫做高难语法 习惯用法化 我们不用去分析它的语法 你只要知道it seems that 第一后边加一个句子 第二 it seems that 意思叫做似乎是 比如说似乎是she is having an operation 首先后边确实是一个句子 其次这句话叫做似乎是他正在做手术 对吧 我们再来一个句子叫 it seems that he couldn'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y money and his money 我们用了一个42课学过的习惯用法 叫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be 叫做似乎是他没有办法说清楚我的钱和他的钱之间的区别 对吧 好 所以对于各位来说 各位客厦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 甚至我的个人建议是你可以不花时间去研究 it seems that加句子 这到底是个什么语法 对吧 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不研究 你要做的事情是 it seems that后边不是加句子吗 你就开始造句子 叫做似乎是怎么怎么样 似乎是怎么怎么样 最终练习的结果我们契机于的是你当你想表达似乎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能张开嘴去说叫做it seems that 比如说似乎你是对的 比如说似乎你是对的叫it seems that you are right ok 你能张开嘴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各位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了 也甚至是你考试的最终目的 考试没有人问你it seems that that加句子这到底是个什么重句的 对不对 ok 接下来下一个单词跟我一起读啊叫做crash crash 那crash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经常说的是比如说撞车了啊这个坠毁了那飞机就是坠毁了汽车就是撞车了啊比如说我们造句子叫做her brother borrowed her car and crashed it 那非常简单就是crash后边加上这个车就可以crash the car对吧接了车然后给弄毁了你看肯定句我给各位了我并且没有告诉各位这句话怎么来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太简单了实在是不好再说了对吧这新一我们就会的你自己下课想去造句子怎么办你可以做一些四句型转换的练习嘛对不对 ok 那have a crash也是我们新一其实我印象当中就学过的啊就还是撞车 这是一个小的短语各位记住就行了啊比如说我们再造一个句子叫she saw his car crash into a tree 说他she saw his car他看见了一个男士的车撞进了这个树里面35克see somebody do something对吧那在这个地方我就要让各位回顾一下see somebody do something和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有什么区别吗 35克如果您忘了一定要回去再看一遍就我们学英语叫不停的复习对吧ok next one造句子说if he intends to crash his car you can't stop that 如果他有意图去把他的车给撞掉对吧我们所谓的有一个陋习叫骗宝啊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是吧如果他有这样的意图去撞他的车you can't stop that那你是没有办法去阻止他的ok那这是我们16课学的那个条件如果a发生b就会发生对吧ok下一个单词跟我一起读一下叫做sack sack啊袋子对吧比如说就经常出现叫foodsack啊装食物的袋子那你肯定接下来foodsack合起来还是一个名词对吧你接下来肯定是要去找其他的词性找动词 那能跟食物袋子连起来的就太多了清洗打扫买这由你汉语决定对吧你汉语去想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翻翻书比如说我造了一个句子叫做he used to carry almost a hundred foot sacksevery day 说他过去常常几乎每一天都要背100个你看used to do对吧31课咱们学的那现在不这样了 下一个说instead of cleaning all the food sackshe just threw them away说替代清扫所有的打扫所有的食品袋他本应该这样做对吧他没有这样去做他怎么样呢threw them away他就是把他们给扔掉了对吧那你看这儿的动词其实就是clean并且结合了20克的一个习惯用法ok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very good 那下一个单词呢跟我一起读一下叫做clear clear okclear这个单词他有非常多的意思 本课其实出现了一个他并不常用的意思叫做越过或者跨过啊那我们看比如原文给了一句话叫做the plain clear the mountains by 400 feet 我们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看叫做飞机越过跨过了这个山超过多少呢超过了400英尺英尺是一个英国的度量单位就类似于我们常用的厘米什么的对吧但是他们换算单位不太一样啊 飞机跨过了这个山跨超过了400英尺ok那肯定去给你了我们原文宅超一定要加变那变的方式其实就是您再去做一些四句型转换或者动词加动词的变化对吧都可以啊 啊这个这句话我们就只说上面这句话the plain clean the mountains by 400 feet 最简单其实就是变一般语文句和各种特殊语文句啊好那我们比如说模仿的这句话我们原文宅超加变吗变的另一个方式叫模仿一下比如说我把the plain换成了the cat 我把the mountains换成了the chair cleared不变对吧于是这句话变成了叫做the cat cleared the chair是吧说这个猫越过了这个椅子very good 好接下来你再变一般语文句就行了我们不多说了啊特殊语文句好 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其实有点像两个单词放到一起的你看air这个单词你认的叫空气对吧那aircraft就是飞行器啊又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做飞机没有问题啊aircraft 那我们造句子它是个名词那造它的句子很容易了找动词对吧你比如drive an aircraft那我造的句子叫he dreamed of driving an aircraft when he was very young dreamed of是吧他梦想着开dreamed of doing something这是咱们38课学的啊说开什么呢开这个飞行器当它很小的时候ok continue so if you saw that aircraft you would like it这是各位最常忘的一个语法于是在接下来各位发现了单词的时候我不停的去讲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saw would like对吧ok那这句话就变成了叫if you saw that aircraft you would like it 你看没看见no you didn't see that对吧啊你并没有看到它或者说你认为我认为你看到它的可能性很低了对不对ok但是你没看到啊 接下来呢两个单词我们放到一起去讲对吧这个单词对于我们目前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好造句叫做endless或者endless 还有两个发音endless都是可以的各位不用过分去区分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有的人就读endless有的人就读endless全是对的啊 当然还有其他别的发音叫做无尽的啊那plan就是平原啊平原plan mountains是山吗plan平原我们拿它去造句endless plan放到一起就可以了原文有一句话 The aircraft flew over the endless wide plans 说这个飞行器飞过了这个一个地方飞跃的地方是什么呢叫做无尽的白色的平原啊ok very good 肯定去给你了你要做的事情无非其实很简单就是做这样一些如下的练习endless wide plan我就认为您已经造句了 当然如果你还能想到别的动词跟endless plan能连起来那我觉得更好好吧ok 嗯然后呢我在这应给了大家一个句子但这个句子对于各位来说可能就是我能想到但是我目前没有办法告诉各位这句话怎么来的可以用啊 叫做there is endless work to do in my office啊这是其实挺常用的一句话抱怨的一句话 说有无穷无尽的工作在我的办公室当中要去做ok好 recap本课单词那除了单词重要以外这几个小的习惯用法您也不要忘记第一原文文章当中可能会出现第二单词造句你要用它造句好吧 嗯将作业单词造句五个然后呢反复听电影片段好吧 然后呢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课程呢欢迎各位关注订阅一键三连分享给那些需要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